永恒之花是任何一个大剑 在消散时才会诞生的唯一花朵 而若能吞噬此花 就可突破主宰境 成为真正的永恒 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才可成为永恒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道路 逆凡的声音 带着某种奇异之力 回荡四方时 似乎所有人的心神 都在这一刻猛地震战 我会走的 等我将这仙剑抹去后 我会离开的 去下一个族群的世界 直至我将这整个星空的灯火 全部熄灭 永恒之花 在我面前绽放盛开 画面在这里结束 可白小纯却没有苏醒 而是瞬间 再次陷入空灵 直至她又一次睁开眼睛时 眼前浮现出了主宰头颅内 最后一段记忆片段 随着这记忆片段的涌现 白小纯身体颤抖 她的体内控制不住地 生起一股无法形容的滔天之怒 更有强烈到了极致的悲伤 她在星空中 披头散发 身体虚弱到了极致 伤势之重 已游进灯枯 她的下方是此刻 正在崩溃中的仙界 在那仙界内 无数的魔影 正在与修饰厮杀 而明显的仙界 似不是对手 她的四周 那原本一颗颗圆球 此刻也都出现了碎裂 似要崩溃爆开 而她的怀里此刻 抱着一个女人的尸体 那女子 正是她的先后 只是如今已经气息灭绝 而让她香消玉允的 正是其眉心中 一枚黑色的散发黑色的钉子 这钉子穿透了她的头颅 粉碎了她的生机 哪怕同样身为主宰 她只能身体颤抖 眼中流下泪水 仰天嘶吼 你烦 红着眼的道尘 死死地盯着前方 站在那里的黑衣身影 看着眼前这个身影的四周 虚无不断地扭曲 滚滚黑雾 似乎无止境地 从其体内不断地扩散开来 一股无法形容的邪恶与冰寒 正在扭曲这个星空 为什么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珊珊是我的道理 也是你的师妹 更是师尊唯一的骨肉 你为何要如此残忍 不要说为了永恒之花 那只是一个传说 就算传说是真的 可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逆凡 周凡 哥哥 你告诉我 到底在你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道尘颤抖 在这生命的尽头 哪怕生命之火都要熄灭 可依旧用最后的力气 歇斯底里地怒吼咆哮 第1242集 永恒有灵 面对道尘的咆哮 逆凡目中 没有半点波澜 那平静的样子 似乎她已经彻底地 斩断了一切情感 看向道尘的目光 好似在看一个死人 可她还是沉默了 直至当道尘再次怒吼时 逆凡缓缓开口 在我心中 有两个人 士足我大道的羁绊 第一个 是你我二人都挚爱的女人 而第二个就是你 这是逆凡首次开口 间接地承认了道尘与自己的关系 她的话语 让道尘身体一颤 但她了解自己这个哥哥 此刻惨笑一声 我知道了 所以你先杀了小师妹 下一步是将我斩杀 从此之后 你就大道无阻 逆凡沉默 半赏后看着虚弱的 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道尘 慢慢地点了点头 杀了你后 毁去了这仙界后 我就再没有任何羁绊了 至于永恒之花 是不是传说不试试 又怎么能知晓 就算没有 也符合我的道 逆凡轻声难难 没等道尘那里张开口继续说话 她就目中寒芒一闪 右手抬起时 虚无扭曲 好似整个星空在这一刻 于她的面前 形成了某种规则 化作了一把看不见 可却能摧枯拉朽的利刃 在她的前方 在抱着自己妻子尸体的道尘头颅下 肩膀上一闪而过 鲜血喷出 头颅飞起 而那利刃之力太大 随着扫过 随着头颅的飞起 道尘的肉身 以及她怀里的妻子 在这一刹那直接崩溃 成为飞灰 只是飞出的头颅 还是说出了道尘最后的一句话语 师尊也曾说 若真有永恒之花 则此花吸收了整个星空的枯迹与死亡 必定有灵 逆凡 你注定失败 这声音回荡星空 久久不散 逆凡神色如常 站在那里闭上了眼 她的气息在这一刻 竟有所攀升 而随着轰鸣声在不久之后回荡 四周仙界所有的圆球 崩溃爆开 九重天 无尽磅礴礴的仙界大陆 成为了一片废墟 其上所有的生命都全部灭绝 成为了魔影的一部分 到了这个时候 逆凡身上 气息已经强悍到了无法形容 她这才慢慢地睁开了眼 转身时 带着其身后磅礴无尽的魔影大军 开始了她的蔑视之行 也正是在这一瞬 画面消失 白小纯的意识回归 她的双眼猛地睁开 其面前的主宰头颅内 最后的竖成气域 在这一刹那散出 钻入白小纯的体内 与此同时 主宰的头颅 似乎完成了最后的遗愿 在白小纯的面前 逐渐地化作了飞灰 消散在了仙界的废墟中 似乎就算是到了今天 她也依旧想要与仙界埋葬在一起 白小纯默默地站在那里 看着飞灰的飘散 沉默了许久 通过到陈仙尊的记忆 白小纯对于曾经的历史 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 而她此刻更是明白了永恒仙玉 就是永恒之花 也明白了 那在永恒仙玉外 被封印的巨人 她的身份 逆凡白小纯轻声喃喃 她已经可以在脑海里 将很多事情连在一起 哪怕有一些缺失 可凭着推演与猜测 也可以完善到八成以上了 很显然 当年的逆凡 在斩杀了其弟弟与挚爱的女人后 在毁灭了仙界后 她带着那魔影大军 一路走过 一路毁灭 直至她最终 毁灭了这星空内的一切族群 一切世界 就如同她所说的 让这星空从此变成漆黑 因为传说里 只有当一个星空的所有都被毁灭后 当这片星空枯迹死亡时 才会有一株叫做永恒的花 在这星空宇宙的中心出现 盛开 而这永恒之花 在传说里 是唯一可以让修士突破主宰镜的方式 踏入同样式传说中的永恒境界 而逆凡只差一点 她就成功了 她的的确确让这星空漆黑 的的确确毁灭了所有 让星空宇宙枯尽 甚至她也成功地验证了传说 亲眼看到了永恒之花的出现与盛开 永恒先欲外 庞大无比的逆凡 其抬起的双手如果落下 随着永恒之花的崩溃被融合 她注定会成为永恒 只是这里面显然出现了意外 这意外 应该就是到陈仙尊所说的 永恒有灵 白小纯喃喃低语 她想到了永恒先欲内流传的 关于永恒之母 与三个永恒之子的传说 想到了自己成就天尊时 耳边传来的 好似母亲一般的 来自永恒之母的泥南 那么事实已经可以推演出来了 在逆凡双手抬起 要去融合永恒之花的一瞬 永恒之灵 也就是永恒之母 她不甘心被融 于是分化自身 散出三缕神念 形成了魁 圣以集邪 这三尊永恒之子 三尊永恒之子 与逆凡一战 又有永恒之母的辅助 可最终付出惨重代价 虽短暂化解了危机 可也只是将逆凡封印而已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永恒先遇上的人们 是怎么出现的 白小纯碧上演 许久之后再次睁开时 她的脑海里 有一个猜测 于是 永恒之母一样 为了化解这未来的危机 选择了让她的三尊永恒之子 化作雕像后 分化自身的神念 形成了体内的世界 形成了无数的生命 她希望若干年后 在逆凡解开封印前 能有人最终踏入永恒境 化解此劫 这也是她唯一的办法 白小纯不知道 自己这最后的猜测 有几分真实 可这是她此刻 所掌握的线索下 能想到了的最大程度了 沉默中 白小纯轻叹 向着仙界废墟 向着散落的 到陈仙尊头卢化作的飞灰 抱拳深深一败 这才回到了宝扇上 小气凌欲言又止 沉默中 呆呆地看着到 陈仙尊头卢化作的飞灰 目中流露悲伤 你想知道的 关于道陈仙尊的记忆 我会告诉你的 白小纯看了小气凌一眼 轻声说道 不需要了 那已经是过去了 小气凌摇头 不再言语 白小纯望着小气凌 许久之后点了点头 盘膝坐下后 她感受着体内 此刻流转的那整个仙界 最后一丝气韵 深吸口气后 修为运转 开始去尝试 冲击太古境 太古境界 在这如今没有主宰的星空中 已经是修士能达到的终极之境 而其难度之大 整个永恒仙玉 如今也就只有两位而已 这是所有天尊梦寐以求 可却怎么也都无法做到的境界 以前白小纯不懂 可如今她早已明白 想要成为太古 不但要自己足够的强悍 更是需要获得世界的认可 没有这种认可 根本就不可能晋升成功 而之所以永恒仙玉上 没有第三个太古 此事如今在白小纯看去 她能隐隐猜到答案 永恒之母太过虚弱 所谓认可 应该就是送出一部分属于她的力量 也就是气韵而显然 如今的永恒之母 已太过虚弱 游进灯窟 无法支撑三个太古的存在 或许 不是三位 而是两位 白小纯目光一闪 轻声喃喃中 随着体内修为的运转 随着与整个仙界 这最后一丝气韵的融合 她的身上渐渐地 出现了要突破的征兆 这里毕竟是仙界 曾经整个星河的最强族群 也是最大的势力 哪怕如今早已崩溃成为废墟 剩下的也只是一丝气韵 可这一丝也足以让一个人 成就太古境 第1243集 晋升太古 天尊晋升太古 实际上就是将体内的道种升华 脉络覆盖全身每一处末梢 最终盛开出一朵悼念之花 在这个时候 道种消失 晋升的太古尊者 体内充斥无数悼念 每一个念头都可化作神通术法 虽还不是不死不灭 更说不上永生 可在某种程度上 这已经算是超脱一般 好似神灵 如邪皇的一道目光 就可让寻常的天尊颤抖 圣皇仅仅是散出威压 就可让天地色变 若非是白小纯肉身惊人 与修为配合后 可爆出超越一切天尊的战力 当初更具备太古之光作为威慑 否则的话 他根本就不可能让太古忌惮 而太古之所以能让麾下的 天尊死而复活 也与悼念有关 那是将麾下天尊的道种上 凝聚自己的一丝悼念 就好似留下了一个不灭的印记 哪怕天尊死亡 太古强者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凭着自己的悼念 借助道种本身就具备的 可却不被天尊所掌握的再生之力 重新凝聚生魂 这是太古的天赋之法 也是一个皇朝的历史之本 此刻的白小纯 在这盘袭中 他体内的道种 散发出璀璨之芒 其脉络随着光芒 在多年前就已经覆盖了全身 蔓延到了所有区域 可始终无法凝聚出道念之花 直至如今 随着那最后一丝气韵的融入 就好似在油锅中滴入了水滴 瞬间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爆炸 白小纯的脑海 更是不断地轰鸣 这巨响回荡的同时 他体内道种蔓延的所有脉络 也都在这一刹那 好似被逐渐地点亮 渐渐明亮起来 到了最后 盘西坐在那里的白小纯 他的身体看起来 竟浮现出了一层光网脉络 一股突破的气息 也在他的身上不断地升起 甚至这四周的仙界废墟 也都在这一瞬震动起来 无数的尘埃原本漂浮不动 可如今却震战中 向着白小纯靠近 不多时 在他的四周八方 就被吸来了无数的尘埃废墟 这些尘埃在靠近后 似被牵引 居然环绕白小纯缓缓地旋转 而随着转动 随着白小纯身上突破的征兆 越来越强烈 星空震动 八方崩明 越来越多的尘埃废墟 从四周不断地涌来 形成的漩涡也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远远一看 这漩涡足有十万丈范围 气势磅礴 惊天动地 旋转时散出的巨响 更是回荡星空 而在这漩涡中心 宝扇上的白小纯 此刻全身光芒万丈 他旁边的小气灵 知道这一刻对白小纯至关重要 不敢怠慢 神念散开 为白小纯护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小纯身上的光芒更为璀璨 而其四周的风暴 更是不断地扩散下 已然超越了十万丈 达到了百万丈 乃至更多 放眼看去 那漩涡风暴还在膨胀 好似有一股要撼动着 星空的力量 正在酝酿 即将爆发 只是在这时间上 很是漫长 天尊晋升太古 所需的时间不等 有的快 有的慢 这与自身的强悍有关 与世界认可的程度有关 如今的白小纯 他自身已经是远远超出 天尊这个境界 在这仙界认可上 有那一丝气域凝聚足够 所以在这时间中 不会太慢 可也不会很快 实在是 他在天尊这个境界 太过逆天了一些 而此刻的漩涡风暴 实际上之所以扩散 也正是他体内 修为战力的一种表现 轰鸣之声不断传出 很快的 那百万丈的风暴 在这持续的扩散下 已达到了三百万丈 随后没有停顿 直接就到了五百万丈 而到了这个时候 这风暴在整个仙界 也都很是惊人 尤其是其扩散的速度 竟还是迅猛无比 直至最终 在达到了近千万丈时 这才停顿下来 维持了一个平衡 这一切 因此的没有其他人 也因没有对比 所以看不出 白小纯的惊人之处 如果换了永恒先遇 其他天尊 怕是最多 也就是数十万 乃至百万丈的风暴 就是极限了 而实际上 在仙界的历史中 能形成如此风暴者 不说没有 可也是凤毛麟角 即便是当年的道臣先尊 也只是达到了七百万丈而已 唯一能与白小纯媲美者 只有那好似逆天改命的 逆繁摩尊 时间流逝 这风暴持续了三年左右 在这三年里 整个仙界的废墟都在阵战 即便是距离很远 也都隐隐地被影响 直至三年后的这一天 在那风暴中心 宝扇上盘膝打坐的白小纯 他整个人已经看不到身影 能看到的 只有一团好似 要将整个星空点亮的光 这光内蕴含了突破的气息 在连续三年的累积中 此刻已经达到了极致 随着而来的 则是一声 让整个仙界轰鸣的巨响 在这巨响中 似有呼吸声从这光内传出 更有一声带着威严 更有莫名威压的喃喃低语 回荡整个仙界废墟 太古 这声音只有两个字 可在传出的一瞬 这四周的千万丈风暴 骤然间再次爆发 轰鸣中一路扩散 所过之处 无数废墟尘尘埃都升空旋转 到了最后 这风暴 将这诺大的 似感受不到尽头的仙界 所有区域 全部都笼罩在内 形成了一幕 在这星空内 也都是奇异景象的 惊天风暴 风暴旋转 撼动星空的同时 这占据了整个仙界的漩涡 在扩散到了极致后 竟渐渐地形成了一朵 好似盛开在废墟上 绽放在星空中的花朵 这花朵虽模糊虚幻 可它的出现 却让仙界的所有尘埃 都在颤抖 让整个仙界无数的碎块 都在震动 而这覆盖了仙界的风暴 也在这一刻默然收缩 随着收缩 这朵花飞速地清晰起来 直至当这覆盖了仙界的风暴 彻底收缩 仙界中心区域 被遮盖了三年的宝扇 重新出现时 这朵盛开在星空中的花 已经清晰无比 那正是白小春的悼念之花 璀璨无尽 若有人能在这附近看到 必定震撼心神 这朵花 持续绽放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 随着盘膝坐在宝扇上的白小春 它的一次深深的吸气 顿时那躲到念之花 好似涣散一般 化作了无数雾气 竟从星空中 直奔白小春而来 穿透她身上的光芒 顺着她的蹊跷 直接融入体内 她的身体 传来咔咔之声 她的头发净长了不少 她的皮肤看起来更为白嫩 她的样子 甚至都比之前年轻了很多 就好似成为了一个少年般 直至她睁开眼后 那目中露出的 不是沧桑 而是无尽的深邃 太古白小春轻生低语 她之前以为近生太古 会有太古的结出现 可直至现在 她已然明白 如果是在永恒仙玉上晋升 则有可能会有浩劫 可这里是仙界 而自己吸收的是 最后一丝仙界的气韵 某种程度上 这叫好似仙界最后的一次眷顾 使得她这里 顺利晋升 没有浩劫 明误了这一切后 白小春缓缓地站起身 在她起身的一瞬 她身上爆发出的气势 直接就让星空扭曲 让八方轰鸣 好似站起的 是一具能称天的巨人 一旁的小气铃 此刻也身体颤抖 被白小春身上的气势所振动 甚至在她的心中 此刻看向白小春时 静隐隐的 好似看到了当年主人的身影 第1244集 道成执念 起身的白小春 长发垂到后肩 皮肤白皙 如果不去看她目中的深邃 其模样 就如同她当初 进入灵溪中的样子 可她的身上散出的气息 足以让太古以下的修饰 心神俱颤 即便是同境界的太古 也都可以感受到 在白小春这瘦弱的身体内 蕴含着一股 让她们也都觉得可怕的力量 这力量 不是来自肉身 而是白小春的修为 是她体内此刻 充斥的无数悼念 以及在她的实海中 此刻在道种消散后 凝聚在这里的一朵 由悼念组成的悼念之花 感受着自己修为的变化 白小春略微有些不太适应 她能明显感受到 自己的肉身虽也有增幅 可依旧还是比不过 自己如今所拥有的修为之力 下一步 就是想办法 肉身太古白小春轻声开口后 深吸口气 内心的振奋与激动 似乎此刻才慢慢出现 这让她觉得有些奇怪 按照白小春对自己的了解 应该是在突破的那一瞬 自己就激动得不得了才对 可偏偏在突破之后 她竟很是平静 仿佛对于自己的突破 没有丝毫的情绪波澜 一定是受到了道成先尊的影响 白小春嘀咕了一句 随着激动之意的慢慢升起 也就没有在意自己之前情绪的变化 此刻仰天大笑 老子也是太古了 蝎黄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去 看我怎么打你 白小春在这笑声中 一旁的小气灵眨了眨眼 之前她还觉得白小春身上 似乎有了自己以前主人的影子 使得她心中升起敬畏 可如今随着白小春笑声回荡 那影子也消失了 这就让她松了口气 白小春笑声中 意气风发 尤其是站在这宝扇上 她神念散开 一指扇面 顿时其内那两个太古奴 刹那幻化出来 直接就借助白小春的神念 降临而来 这一次召唤太古奴 白小春明显感觉到 自己轻松从容了很多 甚至在她的操控下 这两个太古奴 离开宝善的时间 也都长久了不少 尤其是白小春 凭着自己的权限 能隐隐感觉出 如今的自己 已经有资格 在回归后 将这两尊太古奴 也带回永恒仙域去 虽时间还是不能太久 可带回去各数日 还是能做到的 有这两尊太古奴 在永恒仙域 谁敢和我瞪眼见 白小春更振奋了 此刻跃跃欲试 神殿散开后 目光落在了 扇面上的那艘舟船上 右手抬起漠然一指 顿时那舟船就轰的一声 竟直接从扇面内飞出 速度之快 超出宝扇太多太多 瞬间就到了星空中 白小春眼睛睁大 呼吸急促 身体一晃 出现在舟船上 这舟船看似寻常 可在白小春到来后 她立刻察觉 此物居然也是 主宰成都的质保 而操控这舟船的 若是换成那两个太古奴 极为犀利 有了这舟船 就等于是 宝扇成为了核心 而这舟船 凭着其速度以及威力 可在星空中 发起强悍之力 白小春越发激动 将目光落在了 宝扇扇面上的那条大河上 她右手再次抬起 想要去召唤 可这一次 那河水阵战 虽出现升空而起的征兆 可白小春却很是吃力 主子那条河 只有主宰修为 才可以彻底撼动 小气凌在一旁 咳嗽一声开口 白小春不信邪 尝试了半天 最后不得不放弃 可仅仅是尝试的这几次 白小春就有种强烈的感觉 这条大河 一旦能被自己召唤出来 怕是面对邪黄石 此河一出 就可让对方形神拒灭 主宰神通 白小春心动的同时 将目光落在了 生死到圆塔所在的山峰上 可还没等尝试 小气凌的声音再次出来 这座山 也是一样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又看向那座塔 那座塔 也是一样 小气凌眨了眨眼 低声说道 闭嘴 白小春眼睛一瞪 有些不悦了 她觉得自己的好心情 被这个小气凌给毁了不少 此刻哼了一声 将舟船收起后 重新回到了宝扇上 看了看四周的废墟 琢磨着 如果再遇到老鬼婆的话 凭着现在的自己 应该足够将其镇压的了 可她刚刚这么一想 身体内竟有一股情绪 控制不住地浮现出来 这情绪居然是对那个 老鬼婆的深深的情感 似乎若此刻老鬼婆出现 白小春都想过去抱一抱般 这就让白小春眼睛睁大 影响太大了呀 让我不那么激动可以 让我对逆凡有了兄弟之情也可以 但让我对那个老鬼婆 产生了情感天啊 这绝对不可以 白小春被吓得面色都白了 一想到老鬼婆万一真的出现了 自己一旦没控制住自己 撅着嘴上前就要去抱抱的画面 白小春就身体哆嗦 额头都出了冷汗 到陈老大呀 你可别害我呀 我不是你呀 白小春都要哭了 此刻纠结中 之前晋升的兴奋也都消散了 愁眉苦脸下 白小春坐在宝扇上 一边发愁 一边操控宝扇向着远处飞去 她的神识散开 生怕遇到老鬼婆 可就在白小春乘坐宝扇飞出不久 还没等飞出仙界废墟的区域 忽然的 白小春神色猛的一变 默然低头看向下方的仙界废墟 不是老鬼婆出现 而是在那下方的仙界废墟上 白小春看到了一处熟悉的地方 那里是一座山谷 一座被黑雾缭绕的山谷 这山谷所在的大地 竟没有被毁去丝毫 与其他地方的残破比较 这里竟与白小春在道成记忆里所看到的 一模一样 此地 正是当初逆凡踏入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里 逆凡的一生 似乎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当他再次走出时 就是其毁灭星空的一刻 白小春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看着山谷内的雾气 在这雾气里 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压抑与危机 他的脑海在这一瞬 浮现出了自己所了解的道成的记忆 在那记忆里 似乎道成也曾想要进入这里 去寻找让逆凡变化如此之大的原因 可哪怕身为主宰的他 竟在仙界找不到了这山谷所在之地 仿佛这山谷凭空地消失了 任凭道成如何去找 也都无法找到 直至死亡 但这一刻 多年之后的今天 成为了废墟的仙界上 这山谷竟再次出现 就在白小春的面前 若是换了白小春的性格 他哪怕成为了太谷 也都绝不会去踏入半步 必定转身就走 实在是此地太过诡异 让他从心底产生危机 可偏偏就在白小春打算收回目光 操控宝扇离去时 忽然的 他面色再次一变 身体更是阵战 竟不受控制地 一步走出了宝扇 直奔山谷而去 一股从他体内升起的情绪 在这一刻骤然爆发 这情绪强烈到了极致 已然成为了执念 他不属于白小春 而是来自到陈仙尊的记忆 此刻极其疯狂地 影响着白小春 似想要让他进入那山谷内 去看一看究竟 去解开到陈仙尊当年的疑惑 白小春嘀吼一声 眼睛瞬间赤红 全力挣扎 似乎在他的脑海里 此刻出现了两个意识 来自到陈仙尊的执念画作的意识 似乎不顾一切 哪怕拼着这一次之后 就彻底消散 也要影响白小春 去那山谷内一探神秘 在这争夺中 白小春的身体 时而向前 时而向后 他的身体越发颤抖 而来自道陈记忆形成的执念 毕竟是主宰之念 而这山谷 对于道陈仙尊来说 似乎极为重要 此刻 竟在白小春的挣扎下 这执念好似燃烧一般 以瞬间彻底消散为代价 直接就影响了白小春 使得白小春身体猛的一颤 站在半空中 渐渐一动不动 数个呼吸后 当他再次抬起头 睁开双眼时 一股与白小春自身气息 截然不同的沉稳气势 瞬间就从其体内 滔天爆发 似乎若他们有灵 此刻必然会跪拜下来 而宝扇上的小气灵 此刻更是颤抖中 看着白小春的背影 失声惊呼 主人 第1245集 孤舟与骸骨 小气灵全身剧烈地颤抖 呼吸前所未有的急促 他之前在白小春归来后 就觉得白小春身上 出现了一些他熟悉的气息 直至白小春晋升成为太古时 这气息强烈的程度 让小气灵这里都恍惚起来 甚至不知觉地 对白小春产生了一种 如同面对其前主人的尊敬与依恋 直至白小春察觉了自身的不对劲 强行改正后 这种感觉 才从小气灵的心中慢慢消散 他本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 是因白小春修为的不同 从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判断 可直至这一瞬 他看着站在那屋七山谷外 背对着自己的白小春 小气灵的心神 掀起了滔天的大浪 他知道自己绝不会认错 眼前这个背影 虽与道陈仙尊不同 可其身上的气息 还有那此刻轰然爆发 似能翻天让星空阵战的气势 这一切的一切 在他的记忆里 只有自己曾经的主人 道陈主宰才可以拥有 他的声音颤抖 此刻在小气灵的世界里 似乎一切都消失了 整个星空 整个天地 就只有前方那如山一般的身影 而整个仙界的废墟 一样如此 在那不断地震动下 好似某种死亡的很久的意识 正在从远古的岁月里归来 那死亡的无尽亡魂 也正在从往生内走出 随着轰鸣回荡 随着无声的朝拜 好似在拜见他们的先尊 白小纯默默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他的前方是翻滚的 黑雾缭绕的山谷 许久许久 白小纯慢慢抬起了头 在他的头颅抬起的刹那 他整个人好似无限地高大 一股惊天动地 撼动星空 更有无上威严与霸道的气息 在他的身上 更为澎湃地爆发起来 风暴在他四周瞬间出现 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时 白小纯慢慢地转过头 看向那在宝山上的小气凌 明明还是白小纯的相貌与无关 可在这一瞬 哪怕只见过白小纯几次之人 也都可以顷刻间察觉眼前之人 似乎不再是白小纯 他的目中深邃内 带着一抹白小纯不具备的沧桑 这沧桑的深处 藏着白小纯同样不具备的悲伤 更是在他的身上 那种身为整个星空 数一数二的强大主宰的意志 足以让几乎所有人在看到后 都会忍不住跪拜下来 小吃白小纯轻声开口 一句话 两个字 立刻就让宝山上的小气凌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身体一晃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立刻跪了下来 主人 白小纯默默地望着面前的小气凌 看着他的眼泪 看着他激动的样子 许久露出笑容 这笑容带着感慨 带着回忆 更带着无尽的沧桑 似乎这世间的一切 对他而言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次看过了 小吃 不哭 白小纯轻声开口 右手抬起 在小气凌的头上 轻轻抚摸了几下 就好似长辈在慈祥的安慰晚辈一样 这种久违的感觉 让小吃的眼泪更多 目中的依赖更为强烈 他甚至一把抱住白小纯的腿 似乎生怕一松手 眼前的主人就消失了 你做得很好 也为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传承之人 白小纯声音依旧清淡 只是若仔细去听 在那清淡的声音内 蕴含的岁月与苍老 足以让人在聆听时 不知不觉 就到了白头 我们已经消散 实际上如今存在的 也只是一段记忆里承载的执念罢了 存在不了多久 实际上若不是看到了这雾骨 或许数年后 我就渐渐消散了 白小纯转头 看着身后的黑雾骨 沧桑的墓中 渐渐露出强烈的执着 小吃 在这里等你的主人归来以后 要照顾好自己 你要听话 白小纯柔和地看向小气灵 在小气灵的不舍的哭声中 他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四周的家乡 随后转过身 再没有半点迟疑 向着山谷走去 随着走去 白小纯身上的气息再次爆发 这一次从他这里散出的气势 形成了威压 这威压之强 直接就超越了太古的极致 甚至某种程度 都直接攀星号星号到了 堪比主宰的程度 这是他在燃烧自己的执念 将自己在这世间 存在的最后一缕记忆承载的执念 彻底焚烧后 换来的在短短的时间内 威压的爆发 随着爆发 随着威压的扩散 随着气势的崛起 此刻若有太古强者靠近 必定无法承受 直接就会形神俱灭 而用这一切换来的 短时间内的主宰之异 此刻在与这山谷雾气碰触后 顿时就有轰鸣之声 滔天而起 山谷的雾气急速地翻滚 不断地扩散与凝聚中 似形成了某种腐蚀一切的力量 只不过在这主宰之异面前 这腐蚀似达到了某种平衡 使得白小纯这里 在走入雾气后 身体毫发无损 直至她的身影 消失在了雾气深处 外面的小气灵 眼泪更多 她正正地看着雾气 仿佛时间在她的世界里静止 雾气内 白小纯神色平静 那种沉稳之意极为明显 甚至从步伐中 都能隐隐看出 更是在其身上 露出了哪怕执念极深 可依旧从容之意 就这样一步步 在这雾气里 越走越远 四周安静 雾气哪怕翻滚 也都无声无息 直至不知过去了多久 在白小纯的眼中 前方的雾气深处 隐隐地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轮廓之影 那似乎是一艘惊人的舟船 再看到这占舟的刹那 白小纯的目中 猛地露出璀璨的金芒 她的脚步没有停顿 也没有加快 还是按照之前的速度 一步步 直至走到了这雾气深处后 看到了在她眼前 搁浅在一片沙石中的 残破孤舟 这是一艘好似 经历了无数岁月的洗礼 沾染了岁月沧桑的庞大舟船 黑色的船板 残破的船帆 其身上散出的岁月之意 似乎比仙界存在的历史 还要悠久无尽 白小纯脚步停顿 默默地看着眼前 这艘磅磅沧桑的占舟 她的目中深邃内 慢慢露出了明雾 似乎对于这山谷内 所隐藏的秘密 她在曾经的时代 就已经有过猜测 此刻更为印证 传说 果然是真的吗 白小纯轻声喃喃 身体缓缓飘升 在这雾气内 很快的 那是一具骸骨 不知道死亡了多少岁月 她身上的衣服 也都早就被岁月腐蚀 残破不堪 而这山谷内的雾气 也正是从她的残骸中 不断地扩散出来 从而形成 再看到这骸骨的一瞬 白小纯的呼吸 首次急促起来 她的目中更是金芒闪动 她能看出 这残骸身上的岁月之意 明显地比这孤舟 还要浓郁太多太多 甚至那种岁月之感 似乎比这片星空都要悠久 而哪怕死亡 她的身上散出的气息 也依旧让白小纯这里 好似感受到了一片 浩瀚无尽的死意 那种强悍之感 超越了主宰 似达到了极致 这死亡与未压之意太浓 以至于白小纯四周的主宰气息 都明显要承受不住 似要崩溃 她的耳边 更是传来无数人死亡前的 凄厉嘶吼 伴上后 白小纯面色苍白 勉强来到了这骸骨的面前 看到了盘西坐在这里的残骸 其尸体虽然已枯萎 可在她的眉心上 却是有一个窟窿 那窟窿 正是她死亡的真正原因 那显然 是被人一指灭杀 第1246集 小吃 要听话 如此强者 哪怕死亡 其身上散出的威压之意 都让占据了白小纯身躯的 道臣先尊 也都感觉无法承受太久 要知道此刻的道臣先尊 虽只是一缕执念 可白小纯其身为太古 自身本就强悍 在承受这一缕执念后 不说能爆发起完整战力 可也相差无几 再加上这里是仙剑 哪怕成为废墟 可依旧是仙剑 所以 这一个凝聚在白小纯身上的 道臣先尊 虽的确不如其本尊 可也至少具备了 一两成的战力 即便是当年 我的本尊来到这里 怕是 也无法滞留太久 更不敢去碰触这尸骸 白小纯轻生难难 她知道这尸骸 绝不能去碰触 甚至她的身体 都不敢踏上这孤舟 而是漂浮着 因为她知道 只要一碰 等待自己的 必定是一场 形神俱灭的死亡 实在是这骸骨的强悍 超出了想象 难以去分析 此人死亡后 都如此惊人 那么其生前又会多强 这种种思绪 在占据了白小纯身体的 道臣执念里 不断地浮现 她懵懂的同时 也有不解 可无论如何 这次的到来 总算是将她心中的 一个疑惑 解开了答案 而这骸骨身上的 死亡之意 也明显地透露出了 此人的道 那是死亡之道 更是一种蔑视之道 那似乎是一种 走到了尽头 世界只剩下了自己 一个人的荒凉与冷漠 仿佛自私道的极致 仿佛成就自己 哪怕星空碎灭 众生枯萎 天岛崩溃 尤其是这四周 充满了腐蚀的雾气 此刻随着白小纯身上的 主宰之意 不断地消散 越发地环绕起来 仿佛在那雾气内 藏着无数的厉鬼 要扑上来 将白小纯的血肉 买至一切 都吞噬得干干净净 这位为之强者的道 不就是逆凡的道吗 借助白小纯身躯归来的 道臣仙尊 轻声喃喃 他之前疑惑地解开 也正是从这海骨身上的道 感受出来后 从而得到了答案 当年的逆凡 在进入这里后 他本应该死亡的 可显然是在这里 获得了今天的造化 他应该是 触摸了这具海骨 道臣仙尊喃喃的同时 他身体外的主宰之意 已经微弱到了极致 似乎很快就会被 那些雾气冲开 吞噬而来 可到底是谁能 杀死如此强者 道臣低头 默默地又看了一眼 盘西坐在哪里 散发出滔天死亡之意的海骨 这个疑惑 他没有答案 他更是明白 注定了自己 已经找不到答案了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 自己燃烧的执念 换来的短时间 占据的白小纯的身体 此刻已经到了尽头 他的执念也即将消散 而这一次的消散 注定了从此之后 他在这世间最后的思绪 也都消失了 之前的死亡 是他神魂与肉身的灭亡 而如今的归虚 则是他在这世间 记忆思绪的流逝与消散 轻叹一声 道陈仙尊在自身的主宰之意 即将散去的一瞬 向着孤州外走去 渐渐离开了孤州 走在雾气里 向着山谷外 一步一步 直至雾气将他的身影淹没 直至看不到时 他带着沧桑低沉的泥南 回荡在这雾气中 久久不散 逆凡 你还是你吗 或者说你依旧是你 可无论是你 还是这周船的海骨 你们之间 是道的传承 可为何 我依旧认为 这是一场身死到不亡 转到重生的因果 山谷雾气外 小气灵依旧正正地看着雾气 等待他心目中的身影走出 他的心理很复杂 他一方面 想要让自己曾经的主人 道陈仙尊永久地归来 可另一方面 又不愿意 白小纯为此受到伤害 直至方才占据了 白小纯身躯的道陈仙尊 说出了那些话语 小气灵的心中虽松了口气 可却泛起了更多的不舍 他没有等太久 不多时 雾气内 慢慢走出了一个身影 步伐缓慢 一步一步 在小气灵的紧张中 这身影走到了雾气外 正是白小纯 主人 小气灵赶紧上前 目中还是带着不舍 同时也有一些迟疑 他觉得眼前之人 似乎既像道陈 又不像道陈 在走出雾气的一瞬 白小纯闭上了眼睛 默默地站在那里 小气灵也不敢开口 在旁边小心地观望 直至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 忽然地 在白小纯的身上 一股主宰之意 骤然散开 虽与之前比较微弱太多 只有一丝 可却明显地 蕴含着一股霸道 与至高无上 掀起了四周的风暴 更是让星空震荡 四周轰鸣 尤其是这气息 与小气灵记忆里 曾经的主人道陈 一模一样 还没等小气灵这里 心神震动 白小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她的双目在睁开的一瞬 目中的深邃内 露出了无尽的沧桑 仿佛存在了悠久的岁月 又好似从往生中 重回人间 更是在这沧桑里 还带着一抹悲伤 就好似失去了家乡 亲人 朋友 爱人后 只剩下自己的无助与茫然 这神色 这气息 瞬间就让小气灵再次确定 眼前之人不是白小纯 还是她曾经的主人道陈仙尊 她激动中 再次跪拜下来 眼中的泪水 随着感受到白小纯身上的气息 又一次流了下来 小吃怎么又哭了 白小纯轻声开口 声音低沉 更有柔和 右手抬起在小气灵的头上 轻轻抚摸 被白小纯这么一抚摸 小气灵的哭声更大 再次抱住了白小纯的大腿 就好似一个许久没有看到 亲人的孩子一样 小吃 不要哭 白小纯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小吃 你是个好孩子 这些年苦了你 可我知道 你能做得更好 而白小纯那里 心底淳朴 鹦鹉不凡 一泊云天 气宇轩昂 风度翩翩 仪表堂堂 资质更是远超于我 是这世间罕见仅有的大英雄 天骄之辈 白小纯似在感慨 话语间 小气灵那里哭声渐消 似乎对于到陈仙尊能这么评价白小纯 觉得有些震惊 更有错愕 主人 白小纯那里小气灵刚要开口 被白小纯含笑打断 可惜她没有生在我的时代 否则的话 虽因有她存在 我或许不会成为主宰 可我相信 她若生在仙界 则仙界最终的命运 会因为她而改变 白小纯轻叹 目中露出追忆 似着感慨 触动了她内心深处某个回忆 让她的整个人这一刻 悲伤之感 也更浓了一些 小气灵原本要说话 可一看到白小纯身上的悲伤之意 她就没有继续了 心底也在琢磨 白小纯居然能让仙尊如此评价 莫非自己这些年所看到的 只是对方最平凡的一幕 我要走了 临走前 作为你曾经的主人 我给你最后一道蜂蜜 白小纯身吸口气 神色肃然起来 看向小气灵 小气灵也立刻神色认真 强忍着不舍 聆听眼前主人的蜂蜜 你要记得 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听白小纯的话 不能骗她 对她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 答应她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 她说的任何话 说的任何命令 其重要的程度 都要在我之上 她的一切要求 你都务必要去满足 她的一切需要 你都要尽全力去帮助 要相信她 别人欺负她 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她 总之 跟着她 小吃 这是你这一生 最大的造化 还有 你要将她的快乐 看成是自己的快乐 她开心你就陪着开心 将她的悲伤 看成是自己的悲伤 她不开心 你就要让她开心 小吃啊 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封面 你听不听 白小纯说到最后 越发严肃 甚至有一丝严厉 小气灵有些傻眼 如果不是眼前之人 无论是神情还是气息 都没错的话 她甚至会以为 眼前不是道尘了 此刻眼看主人严肃 小气灵也深吸口气 狠狠咬牙 我听 白小纯脸上的肃然消失 露出温和 摸着小气灵的头 又鼓励了几句后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小气灵知道 主人要走了 心底不舍 悲伤 全部涌现 正正地看着主人 想要去陪伴她最后的闺须 可就在白小纯的眼睛闭上后 这悲伤的氛围刚刚涌现 忽然的 白小纯眼睛又再次睁开 我虽然走了 可我还是会时而回来 监督你的白小纯 似乎有些不放心 说完这句 在小气灵的彻底傻眼中 干咳一声 重又闭上眼 第1247集 浮夸 小气灵目中露出狐疑 她心底也在迟疑 觉得眼前之人 无论是气息还是感觉 都是自己曾经的主人道尘 可偏偏对方话语里所说的一切 让她又觉得这种话 唯有那无耻地喜欢作弊的白小纯 才可以说出才对 自己曾经的主人道尘 那是这世间的至强主宰之一 怎么可能去说出这些让人听了 都觉得浑身鸡皮疙瘩 都要掉下来的话语 可偏偏在气息上 又准确无误 这就让小气灵 有些分辨不清了 心底也纠结起来 在小气灵这里迟疑时 闭着眼的白小纯 看似肃然 可心中却满是得意 实际上 之前在道尘执念不顾一切的燃烧爆发时 虽操控了她的身体 可白小纯的意识依旧存在 只不过就好似变成了一个局外人 看着自己的身躯 不受控制的一言一行 那种感觉 一开始的时候 让白小纯很是惊恐 尤其是看到小气灵那里 一副感动哭泣的样子 白小纯就心底哼哼了几下 可却没心情去理会 在那忐忑与心底的哀嚎中 她看着自己的身体进入了雾气 看到了那艘孤舟 也看到了上面的海骨 可以说道尘所感受的一切 白小纯都清晰明了 那个时候 她的哀嚎更强烈 觉得这雾气山谷实在太危险 在那煎熬下 好不容易道尘的执念慢慢消散 直至在白小纯走出雾气 站在外面的一刻 道尘的执念 已经彻彻底底地散去了 从此之后 消失在了这片星空 也无法再对白小纯造成影响 不过此事对白小纯而言 也有造化 道尘的执念 虽占据白小纯身躯的时间短暂 可随着其执念消散 却留下了一些属于道尘的气息 这气息被白小纯掌握后 他可以去改变自身的气势 从某种程度上 能让自己变成道尘 虽没有道尘的战力 可在吓唬人上 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白小纯注意到了 小气凌的换得换失 想到了之前 小气凌抱着道尘大腿的一幕幕 这种待遇 他从来没享受过 于是索性装扮道尘 去吓唬小气凌顺便教育一番 为自己以后能更好的 使唤小气凌 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 想到之前小气凌被吓得半死 白小纯就心底美滋滋的 至于山谷内的一切 他觉得与自己的关系没那么大 而如今也安全走出 于是装模作样一番后 白小纯缓缓睁开眼 为了让自己演得更真实 睁开眼的白小纯 忽然夸张地怪叫一声 露出惊疑不定的表情 发生了什么事 该死的 我怎么站在这里 我明明记得 刚才好似睡了一觉 此刻居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白小纯面色苍白 目中带着亥然 急速飞出 似乎想要远离黑雾山谷 更是刹那间就直奔宝扇而去 小气凌在那里盯着白小纯 看到白小纯苏醒后的一言一行 她的迟疑更多 此刻实在是摸不清真相了 最终只能长叹一声 如任命一般 随着白小纯一起回到了宝扇 似乎觉得自己之前的演技有些浮夸 回到了宝扇后 白小纯总结之前的缺点 神色肃然 看着小气凌 弥补一般去 问询自己在昏迷后 所发生了一切事情 若是换了之前 小气凌一定不会说实话 就算是说了 也懒得去详细描述 除非白小纯用改名来威胁 否则的话 能蒙幻过关 她就绝对不会浪费口舌 可如今 想起自己曾经 主人的最后一道命令 小气凌无奈之下 如实地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都说了出来 不过最后 却为到陈仙尊解释了一下 道陈仙尊没有恶意 她老人家只是执念 后来还夸你了呢 小气凌解释时 也担心白小纯会记恨到陈仙尊 正准备继续劝说 可没想到 白小纯在听到这一切后 她身体静猛的一阵 右手抬起一摆 不用说了 道陈仙尊就好似我的师尊 没有她老人家 我白小纯早就陨落 也根本就没有如今太古的这一刻 别说是占据我的身体了 就算是 让我白小纯赴汤蹈火 只要是道陈仙尊一句话 我白小纯绝不皱一下眉头 我白小纯做人 一向恩怨分明 道陈仙尊对我有恩 此时白某一生铭记 白小纯这些话说得正气凛然 更有发自肺腑之感 满是真诚 听得小气凛那里也都动容 心底首次对白小纯 升起了敬重之意 主人 小气凛感动 她还是太单纯了 此刻不由地想到了 道陈仙尊夸奖白小纯的那些话语 渐渐地 竟罕见地觉得 道陈仙尊应该是看透了白小纯的本质 眼前这个白小纯 或许真的就是如道陈仙尊所说的样子 激动中 小气凛深吸口气 心底告诉自己 以后就按照道陈仙尊所说的去做了 眼前这个白小纯 或许真的可以托付自己的一切 这么一想 小气凛干劲十足 根本就不用白小纯如以往一般去吩咐 就自行地去操控宝扇 使得白小纯节省了很多力气 甚至这宝扇的速度 也都加快了不少 对于这一切 白小纯脸上露出鼓励的笑容 心底却在得意 琢磨着 还是自己更厉害一些 心满意足中 白小纯盘稀坐在宝扇上 此刻修为虽太古 可白小纯的目标还没有完成 她的目标是三十色火 她遇到了瓶颈 碍于修为 无法继续炼制 可如今太古境界 白小纯在深吸口气后 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二十九色火的配方 这配方在她脑中不断地分解 不断地组合 相互推演中 白小纯发现自己晋升太古后 神念比以往强悍了太多 根本就无法去相互比较 此刻推演的速度 也都超出曾经 很快的 二十九色火的配方 就被白小纯重新修正了一份 袖子一甩 取出大量的魂 开始炼制 天尊境界时的失败 一方面是配方的难度 另一方 则是白小纯的修为无法支撑 可如今一切的影响成功的点 都被白小纯一一化解 这一次炼制 前所未有的顺利 只是用了一个月 当这宝扇终于飞出了 仙界废墟的区域后 白小纯的手中 赫然出现了一团散发璀璨之光 颜色不断变化的二十九色火 只差最后的三十色火 将这二十九色火融入手 被白号的印记后 白小纯激动了 他明显感受到了白号的生机 竟在这印记内 越发地活跃起来 似乎只差最后一层隔膜 就可以爆发出来 死而复生 振奋下 白小纯正要一鼓作气 去推演三十色火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白小纯面色一变 漠然抬头的瞬间 其右手刹那抬起 直接向着远处 一片看似空旷的星空 骤然一指 这一指之下 顿时那里形成凹陷 弯曲的出现 引力的释放 时间似乎也都扭曲起来 小气铃也是一愣 随后立刻想到了答案 目中复杂 可依旧还是操控宝扇 顿时就有数十道太古之光 刹那爆发 直奔那片区域而去 太古奴 白小纯目中露出金芒 低贺一声 立刻两尊太古奴幻化 同时迈步 飞出宝扇 直奔那片区域之外 到了这个时候 从那片扭曲的区域里 传出了老鬼婆 那带着凶残的嘶吼 该死的 没完没了啊 全在这里 堵着等我出来 换了之前的时候 白小纯早就逃了 可如今太古境界 她底气充足 此刻大袖一甩 战意生疼 第1248集 收仙后 不过仙界 毕竟将最后一丝气 运点了我 而且道臣老大 对我也有大恩其道理 当年惨死 于情于理 我都不好对其出手 白小纯不是一个 不讲道义之人 此刻虽被这老鬼婆的 数字追杀 尤其是居然堵在这里 要灭杀自己之事 惹起了战意 可终究还是吃小恩德 他深吸口气 将战意压下 神殿内操控那两位 太古奴停顿 更是将那数十道 太古之光 也都压抑下来 使其停留在那片区域之外 至于心底 白小纯正琢磨着 有没有办法 化解对方的追杀 可就在白小纯 念头升起的瞬间 那片扭曲的区域中 老鬼婆的嘶吼 好似要震随星空一般 向着四周猛烈地 扩散开来 而那片被时间 引力弥漫的区域中 老鬼婆的身影 也随之扭曲 眨眼间清晰 又瞬间模糊 随后其身影竟被拉长 似乎在剧烈地挣扎 直奔白小纯而来 速度之快 几乎刹那 就出现在了 距离宝扇百丈外的地方 可这里似乎是极限 老鬼婆被拉长的身躯 无法在前行丝毫 远远一看 其身影 好似成为了长条 这一幕 吓了白小纯一跳 在察觉老鬼婆 短时间无法冲出后 白小纯干咳一声上前 站在宝扇的边缘 向着老鬼婆 先是抱拳一败 先后前辈 晚辈白小纯 传承道陈老大的道 具备先借最后一丝气韵 之前多有得罪 先后前辈您看看 有什么晚辈能做到的 晚辈愿意去弥补 白小纯态度诚恳 说完后再次抱拳 可回应他的 却是那老鬼婆 更为凄厉地嘶吼咆哮 只不过这一次 对方的咆哮里 传出了回荡在 白小纯心神内的阴毒之声 我要你的魂 老鬼婆的声音 带着无穷的煞气 更有强烈到了极致的杀鸡 显然他之所以追杀白小纯 不是因为白小纯 夺了他的部分麾下 而是因为白小纯的魂 似乎具备了某种特别 使得老鬼婆心生贪婪 想要将白小纯的魂吞噬 听到了老鬼婆的话语后 白小纯眼睛内露出精芒 抬起头时 他袖子一甩 盯着挣扎中的老鬼婆 淡淡开口 是不是晚辈 若不给你我的魂 前辈就追杀没完没了 这一次来自老鬼婆的回应 是其咆哮下的挣扎中 白小纯的时间区域 大范围的碎裂 似乎这老鬼婆 很快就要挣脱开来 道臣先尊 晚辈情义已尽 你的先后已隐 如今残存的魂 也早已改变 得罪了 白小纯袖子一甩 再没有任何迟疑 一步走出时 神念更是散开 顿时在那片扭曲区域外的星空中 守护在那里的两位太古奴 瞬间出手 太古战力滔天爆发 化作两团风暴 直接横扫而去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回荡四方的同时 那被白小纯压制下来的 数十道太古之光 同时爆发 散发出璀璨之芒 与两位太古奴一起 直奔老鬼婆而去 速度之快 刹那就有巨响惊天爆出 轰鸣中 几乎在老鬼婆挣扎出来的一瞬 太古奴的神通 太古之光的灵力 就直接将脱困的老鬼婆 默然穿透 看去时 老鬼婆的身躯 直接就崩溃爆开 被穿出了数十个窟窿的同时 来自太古奴的风暴 也将其身体 骤然碎裂 只是在老鬼婆的身躯碎灭的同时 一股黑色的火焰 顿时就从其体内爆发出来 向着四周横扫 在那火焰里 先后的身影 又一次于黑色的火海中幻化出来 散发无尽的怨气与疯狂 其绝美的熔岩此刻扭曲中 传出凄厉的尖锐嘶吼 这吼声形成了波纹 扩散四方的同时 也卷着四周的黑色火海 不断地扩散 更是形成了一张张巨大的火焰鬼头 排山倒海一般 向着白小纯猛扑吞噬而来 白小纯摇了摇头 这先后的气势 看起来很是惊人 甚至在白小纯没有晋升太古前 对他的威胁极大 他只能掉头就逃 可如今在白小纯的感受中 对方的这些气势 看似滔天 可实际上 却已经微不足道了 你走吧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白小纯话语刚说完 先后不但没有后退 反倒将更多的火海 形成更多的鬼脸 轰然来临 白小纯木中越发冰冷 他都没有自己出手 只是站在宝扇上 神念扩散时 立刻宝扇上面内的孤舟 就瞬间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星空中 化作了一道长红环绕宝扇横扫 轰红之声扩散中 所有的火焰鬼脸 全部崩溃 这孤舟速度太快 所过之处 火焰都要熄灭 更是在绕了几圈时 直奔先后而去 先后木中的怨气更深 口中传出尖锐之音 这些灯笼猛地散开 弥漫八方的同时 竟影响了这片星空的规则 居然一切都迅速地化作纸张 甚至就连那两尊太古奴 也都如此 就算是那艘孤舟 虽没有幻化成旨 可速度还是慢了一些 以至于让先后 在一晃避开之下 静直奔宝扇 其右手抬起成为鬼爪 目中带着贪婪 一把抓向白小纯 够了 白小纯眼睛一瞪 他已经再三忍让 如今已没有了耐心 他毕竟不是道臣先尊 同时经历了此事后 白小纯也测试出了 自己的体内 的的确却没有了道臣的执念 否则的话 怕是此刻早就来影响自己了 一方面测试后的确定 一方面则是念头的通达 白小纯不愿做恩将仇报之人 如今的这一切 已经让他不能再不出手了 想到这里 白小纯已有果断 在那先后怨魂来临的瞬间 白小纯身体向前一步走去 速度之快 刹那竟穿透了先后的身躯 出现时 已在了其身后 神色如常 右手抬起时 向着此刻依旧嘶吼的先后 轻轻一按 这一按之下 顿时白小纯的手中 好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轰隆隆地转动中 先后的魂竟控制不住地 向着白小纯的手心被吸扯过来 而其身体也从之前的磅礴 正飞速地缩小 挣扎的尖力嘶吼 不断地从先后口中传出 可却于事无补 在白小纯的平静中 他的太古修为形成的威压 足以去震慑这先后的残魂 但这毕竟是先后的残魂 在这四根本就 无法反抗的挣扎中 先后的身体 竟瞬间自行崩溃 化作了无数的魂 向着四周漠然散开 魂术之多 怕是得以百亿计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有的转身直奔白小纯吞噬而来 有的则是四散中逃顿 一时之间 根本就分辨不清 而先后的魂 似乎也藏身在这片魂海内 白小纯眉头微皱 他知道 一旦对方找到了永恒仙玉 他虽不畏惧 可也终究有些麻烦 摇头中 白小纯忽然闭上了眼睛 当他的双目再次睁开时 瞬间 一股与他之前的气息 完全不同的气势 骤然散出 这气势充满了沉稳 充满了一股好四肢尊般的气势 正是道臣之意 小麒麟身体一哆嗦 与此同时 在这众多的魂内 此刻有一个魂 静猛地停顿 颤抖中转过头 看向白小纯时 在白小纯的神石内 也立刻就锁定了那个魂 这是一个女子的魂 看起来很是平凡 唯独眉心上有一个黑点 几乎在他 看向白小纯的瞬间 白小纯身影消失 出现时 已在了这女子的魂前 右手抬起 挥手间 就将这女子的魂 收入储物袋内 他已经确定了 此魂正是先后 没有去伤害对方 在收走后 白小纯这才将目光 落在了四周的魂海上 目中闪过奇异之芒 先后我不好去伤害 不过这些魂对我的炼火 帮助就太大了 就算是利息好了 白小纯干壳中 双目冒光 巨魂单大把散出 在这星空中 开始疯狂地收魂 第1249集 我都是为了弟子啊 这一次漫长的星空之旅 白小纯唯一的目标 就是炼制出三十色火 复活自己的弟子白号 如今多年过去 不但多色火 已炼制出了二十九色 其修为更是晋升到了太古 此刻摆在白小纯面前的 终极目标 已经触手可及 尤其是随着修为的突破 对于三十色火的推演 已快了太多太多 再加上白小纯之前 积累的经验 如今在这宝扇的飞行中 三十色火的配方 已经逐渐地 在白小纯脑海里 慢慢勾勒 对于三十色火 是否就是终极 白小纯无法去判断 可他很确定一点 按照如此推演 他用不了多久 便可以将三十色火的配方 初步完成 接下来 就是用大量的魂 去尝试炼制 在这炼制的过程中 不断地总结失败的原因 而魂这里 白小纯也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 先后被白小纯收走后 其身体内散发出的多少年来 被其吸来的无数的魂 足够白小纯 去尝试太多次炼制 若非是在白小纯的推演中 三十色火一旦失败 扩散极大 永恒先欲怕是承受不住 否则的话 他早就直接回到永恒先欲去了 很快了 白小纯深吸口气 心中的期待感 已经越来越强烈 就这样 时间又一次流逝 白小纯对于三十色火的配方 也越来越完善 渐渐的 他开始用魂来尝试炼制 这一炼就是数十次之多 尽管每一次都在不同的步骤上失败 可对于白小纯而言 他获得的历练也是极多 就这样 时间又过去了数年 眼看自己距离成功已更近了 白小纯的心神也越发的振奋 尤其是修为到了太古后 这星空中的太多区域 白小纯都有足够的实力去走一走 数年的时间 他所去的废墟超过了数十个之多 还有更多的废墟 因此剩下了很小的一片区域 白小纯神石扫过 就没有踏入其上 直至这一天 盘西坐在宝扇上的白小纯 他的面前 一团五光十色的火海正在燃烧 可却很快地暗淡熄灭 露出了在那火海后 白小纯皱着眉头的面孔 就差这最后一个步骤了 可还是失败 白小纯有些郁闷 他也知道 或许是因自己太过心急了 否则的话 不可能在这最后一步多次受阻 盈盈找到了原因后 白小纯索性闭上眼睛 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 试图在消散了得失之心后 能在这三十色火的最后一步上 获得突破 这样的平静持续了一个多月 当白小纯想要再次尝试时 忽然的 他神色一动 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背 那里白昊的印记 此刻竟散发出阵阵波动 似乎这附近有什么存在 对白昊产生了某种刺激与蜥蜴 白小纯诧意中 缓缓抬头看向远处星空 神石更是散开 漆黑的星空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可随着白小纯轻移中站起了身 渐渐地 在这扇子的远处星空内 居然渐渐地出现了烛火 仔细一看 这不是烛火 而是烛光 这光芒并非一个 而是一片这种画面 尤其是在漆黑的星空内出现的光芒 是白小纯在这星空之旅内 极为少见的一幕 就算是老鬼婆的灯笼 其光芒也是带着死气 哪怕仙界也都没有这些璀璨之芒 唯独此刻白小纯目中所看到的 竟好似代表生机 如同有人居住的巫射灯火 这就让白小纯诧异了 要知道 他在这星空飘游至今 所看到的都是死亡 也知晓这片星空 在当初逆繁的杀戮下 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片藏地 甚至白小纯隐隐有种名物 永恒仙玉 就是这片星空内 唯一的一处生机所在 可如今眼前 这些灯火的出现 让白小纯不由地惊奇 难道这里 还有别的族群存在 白小纯想了想 操控宝扇又靠近了一些 渐渐地看清了那片灯火 那里也是一处废墟 只不过这片废墟的中心区域 似乎没有被破坏太多 那里竟有一座阁楼 所有的灯火 都是从这阁楼的 数十个窗户内透出 且这光芒明显有些问题 距离很远 都可以被人看到 偏偏无论怎么看 似乎也都并非太过刺目 仿佛哪怕到了奇境前 看到的灯光与如今 也都没有太大区别 白小纯双目微微收缩 这一切给他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不对劲 这些年 白小纯在这星空内 走过了太多的地方 遇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也已不少 此刻他站在宝扇上 凝望了半赏后 收起了好奇心 操控宝扇就要离去 哪怕修为到了太古 可白小纯性格里的稳妥没有改变 这种在他看去 明显有问题的地方 白小纯觉得自己 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好奇去查看 尤其是白号印记的波动 此刻也已平静下来 他觉得 即便是自身已经很强了 可这一路走来的见闻 让白小纯明白 这片星空的浩瀚以及神秘 星空这么大 少一点 好奇心没错 白小纯嘀咕中操控宝扇 很快就绕开了那片废墟 渐渐远去 可就在他准备打坐 继续推演三十色火时 忽然的 白小纯眉头又一次皱起 他眯起眼 注视着前方的漆黑星空内 此刻再次出现的火光 与之前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白小纯冷哼一声 再次操控宝扇绕开 神识同样散开观察 可很快的 他前方的星空灯火再现 有点意思啊 白小纯面色有些难看 尝试数次后 他已经发现了 自己似乎陷入到了一个圆圈里 无论怎么 也都绕不开那片废墟 且每一次绕开重新出现时 都距离那废墟中的阁楼 更近了一些 尤其是此刻 白小纯甚至都能看到 那片阁楼内 似乎有人影 凭着白小纯的见识 他也看出来了 这片区域 应该是曾经某个人口碎不多 可显然有主宰 更有其独到之处的族群 这四周暗藏的圆形星空 就是这族群的部分阵法 而自己无意中闯入进来 此刻想要出去 要废一些周折 就在白小纯琢磨着 如何闯出去时 忽然的 那阁楼的灯火 一下子明亮了不少 隐隐地 似乎从其内传出 阵阵欢笑之声 尤其是有那么一处窗户 居然被推了开 露出一个穿着粉色肚兜的女子 这女子妖艳多姿 此刻手中还拿着一面手帕 向着白小纯轻轻摇曳 来啊 过来啊 娇柔的声音传出 竟扩散到了星空里 传入到了白小纯耳中 白小纯眼睛猛的就睁大 看着那窗户口露出的女子 又看了看这阁楼 顿时恍惚 这里居然是个青楼 白小纯眨了眨眼 有些心动 可想着 不能有太多的好奇心 于是哼了一声 操控宝扇就要离去 只是她在这里又绕了许久 发现想要离开这里 只有找到阵眼才可 然那阵眼所在 正是青楼 白小纯叹了口气 虽不愿意 可如今也没别的办法 她琢磨着 自己现在这么厉害了 就连老鬼婆 也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此地这些小把戏 应该无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白昊的印记波动 再一次强烈起来 白小纯神色顿时更古怪了一些 按照自己这弟子 莫非也想去这青楼 浩尔 你学话了呀 白小纯咳嗽一声 还是稳妥起见 神识先散开笼罩青楼 渐渐的 白小纯心也安稳下来 她已经看出了 这里就是一些特殊的魂凝聚而成 对于自己 没有半点威胁的能力 那就去看看吧 我虽然不愿意去 可为了我的徒儿 我就去一趟好了 白小纯咳嗽一声 召唤两尊太古奴 作为自己的侍卫 又让小气凌准备一下 一旦不妙就来救援 这才在小气凌那好奇的目光中 大摇大摆地走出宝扇 直奔下方废墟中的青楼飞去 随着靠近 那歌舞之躯 放浪的欢笑越发强烈 直至白小纯到了阁楼进前时 这阁楼的大门自行打开 一个头顶戴花的老宝打扮的女子 扭着身子走出 再看到白小纯后眼睛都亮了 高呼一声 姑娘们 来接客了 顿时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 纷纷带着娇笑 从里面迎接出来 客官快请进啊 我们这里有好多姑娘 保证大爷您满意 第1250集 恶霸 被这么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环绕 白小纯哪怕太古修为 也都脸色微红 忍不住倾壳几声 琢磨着自己作为浩尔的师尊 这一次为了白浩 也算是豁出去了 浩尔啊 为师可都是为了你啊 感受到了你的波动后 为师哪怕千不愿万不愿 也都忍了 白小纯这么一想 顿时觉得自己极为伟大 此刻深吸口气 小秀一甩 傲然开口 还不把你们的好酒好食 都给本大爷拿上来 白小纯话语一出 旁边的老宝眼睛更亮 赶紧高呼一声 随后在这群女子的簇拥下 白小纯大摇大摆地走入阁楼内 一进阁楼 那灯火辉煌的气派 以及奢华的装饰 即便白小纯见多识广 也都被此地的一切震了一下 这里几乎所有的桌椅 居然都是仙玉打造 而地面的砖石 也都如此 甚至还有专门的震法 使得此地好似环绕在仙境一般 就连一旁燃烧的烛火 也都是被名贵的药草炼制出来 身为药道大师的白小纯 只是一文 就分辨出了 里面至少有七八种药草 都是已经失传的仙草 任何一株都价值连城 可如今这里的灯烛 静不下千根以上 这就让白小纯心底更吃惊了 按照这里 到底是什么族群 居然如此富有 最让白小纯震惊的 是他哪怕神识去看 也无法看出 这里的奢华建筑 有丝毫虚幻之处 这足以证明此地的一切建筑 灯烛 地砖 全部都是真实存在 白小纯有些心动 在被这群女子娇笑的簇拥 坐在了一处椅子上后 她摸了摸椅子的浴石 心跳也加快了一些 而四周的那些女子 一个个搔手弄姿 很快就拿来了美酒与美食 一个个音声艳雨 使得此地化作了温柔之香 白小纯虽是奎皇朝的君主 可也没经历过如此享受 尤其是此刻她身边又没有熟人 在这星空之旅 疲惫枯燥了许久后 对于这突然出现的生活 白小纯从心底还是很高兴的 她拿起酒杯看了看后 哈哈一笑 直接喝下一大口 又放开了肚子 吃着那些美食 灵果 时而调戏一下 身边欲聚还迎娇羞的小女子 前方更有几个身姿妙慢者 正在随着乐曲翩翩起舞 使得这阁楼内热闹非凡 甚至在白小纯的两侧 还有侍女为琴捏着肩膀 更有娇女为她喝酒 至于那老宝 也都厚在一旁满脸笑容 而一同随着白小纯到来的 那两个太古奴 此刻也被不少女子 拉在了不远处 一样相风环绕 一时之间 娇笑声 娶乐声 而这阁楼内的灯火 似乎更为明亮 若非是手背上白号的印记 还在时而传出波动 白小纯都想好好地 在这里沉静一下 将这一路的封尘驱散 可就在白小纯这里 享受舒适时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地 那满脸笑容的老宝 目中慢慢露出了幽芒 而四周无论是翩翩起舞 还是弹奏乐曲 又或者是给白小纯 捏肩敲背之女 他们的目中 也纷纷散出幽芒 他们的指甲 飞速地漆黑延长 他们的面孔 也快速地发青 更是出现猙獰 而他们的头发 同样也在急速地生长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 只是白小纯闭上眼 享受这一切的瞬间 他四周所有的女子 就已然彻底改变 改变最快的 就是那老宝 他的身体 刹那就猙獰无比 化作厉鬼 身体一跃 目中带着贪婪 刹那就直奔白小纯扑去 他的动作 就好似一个信号 几乎在扑向白小纯的一瞬 四周的所有女子 都立刻化作了猙獰的厉鬼 向着白小纯 以及他两个太古奴 骤然而去 尖锐的嘶吼声 直接就打断了这里的乐曲 四周的烛火之光 更是眨眼间不再明亮 而是透出死亡气息的绿色光芒 甚至光滑的地面也都退去 成为了一处处 骸骨所在的藏地 而这阁楼在这一瞬 也飞速地枯萎 远远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阁楼 这分明就是一座目的 不过桌子上的美酒与美食 哪怕此刻也依旧没有变化 虽不知道这些厉鬼 如何做到这些 可显然 他们是真实的 可就在这四周模样大变 所有女子化作厉鬼 扑向白小纯三人的刹那 白小纯原本摇头哼着小曲 威闭的眼睛 此刻默然睁开 锅躁 白小纯脸上露出不悦 袖子一甩 一股气势 直接就从她体内爆发出来 轰鸣四方的瞬间 四周那些厉鬼 一个个顿时就被冲击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目中露出骇然 急速后退 同时 那两尊太古奴 也都修为扩散开来 进一前一后 将这阁楼内的 出入口封死 更是神念扩散 阻挡了这些厉鬼 穿墙逃顿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瞬间完成 那些厉鬼还在惨叫 被白小纯的气势 似伤害了魂体 此刻后退时 白小纯狠狠一瞪 前方那要扑来的老宝 没等着老宝神色 大变后的倒退 白小纯已然右手抬起 一把就将这老宝 抓在了手里 口中傲然传出话语 你们赶紧给我变回去 难得你家白爷爷 能看到正常点的小鬼 居然还敢变出来吓我 赶紧的 都别缩 立刻变回去 继续给白爷爷跳 白小纯只觉得 自己这句话 说得扬眉吐气 很是酣畅 一扫多年来 怕鬼的经历 想到自己有一天 居然让鬼来害怕 他就觉得自己 距离人生巅峰 又迈出了一大步 此刻话语间 白小纯觉得自己 还欠缺一些威慑 于是索性当着众人的面 正要去将手中的 老宝的魂去炼火 可他手背内 白昊的波动 再次强烈 散出渴望之意 白小纯轻易一声 考虑了一下后 将老宝的魂 靠近手背 在与那印记碰触的瞬间 白昊化作的印记 猛地就散出一股犀利 在那老宝的惨叫中 瞬间就被吸走 吸完这老宝之魂 白昊的魂散出 心满意足的波动 慢慢平静下来 似乎这里只有那老宝 才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 至于其他的鬼 白昊看不上 白小纯笑了笑 一拍桌子 大喊一声 酒喝完了 快去给我打酒 随着白小纯声音传出 四周的那些女子化作的厉鬼 此刻也都不敢不重新变了回来 一个个娇滴滴的样子 看向白小纯时 目中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惧 在他们看来 之前老宝被吸走的一幕 太过恐怖 此刻一个个颤抖中 赶紧去尝试 恢复之前的歌舞 想要将白小纯伺候好 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只是那跳舞的因为害怕 身形哆嗦不停 唱歌的 奏乐的也是如此 而最颤抖的 就是在白小纯身边 为其捏肩敲背的 直至过了好半场 白小纯再次闭上了眼睛 陶醉时 他们才慢慢放松了一些 此刻一个个悲催 只想着 能伺候好白小纯 让他快点走 可白小纯反倒不想那么快走了 在这舒服的环境里 他一坐就是一整天 喝了不知多少美酒 吃了不知多少美食 直至第二天黄昏时分 白小纯才慢慢睁开眼 休整了一天后 白小纯觉得自己 在这辛苦的旅行内 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 尤其是心情更是美滋滋的 特别开心 实在是在这枯燥的星空里 能遇到这样的乐子 极为难得 他们虽都是魂 可却很特殊 留在这里实在是浪费了 不如带回奎皇朝内 没意思的时候 就把他们放出来跳个舞 唱个曲儿什么的 白小纯想到这里 很是心动 尤其是他情书被查抄之后 总觉得储物袋内缺少了什么 此刻眼睛一亮 就缺这些特殊的歌舞了 这要是带回去 我看到圣皇后取出 怕是圣皇也都羡慕不已 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此刻站起身 在那些厉鬼女子的颤抖下 白小纯大袖一甩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跟着我好了 第1251集 三十色火 随着白小纯的甩袖 一股犀利漠然散出 顿时这阁楼内的上百女鬼 刹那消失 被白小纯收入除袋内 做完这些 白小纯双眼冒光 开始在这阁楼内挖掘起来 无论是地砖 还是桌椅 又或者四周的蜡烛 总之所有能搬走的 都被她一顿狂搬 很快的 这阁楼就若眼可见地减少 到了最后 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里面的一切都被白小纯搬空了 白小纯心跳加速 这一次的收获之大 让她也都觉得振奋 白小纯也没忘记那些美酒 神石扫过后 已经看出 死地这个曾经的族群 居然在这里储藏了不少的美酒 还有一些食材 这就让白小纯更高兴了 一股脑的全部带走后 她舔着嘴唇 又在这废墟上横扫一圈 最终心满意足地踏上宝扇 在小气灵的一脸羡慕下 操控宝扇 向着远处飞去 而随着阁楼的消失 这里的阵法也失去了作用 使得白小纯这一次没有受阻 顺利地离开了这片 好似一个圆圈的渠 星空中 宝扇上 白小纯般稀打坐 继续开始了 她对三十色火配方的研究 而此刻的永恒仙域上 魁煌朝中 正在进行一场朝会 白小纯离开的这段时间 周子墨 宋君晚 侯小妹三女 女大天师 巨鬼王 以及李清后 公孙娃等人 负责处理国事 而早已长大成人的大宝 也俨然被培养成了接班人一般 处世也不再是如小时候那样的鲁莽好斗 只不过骨子里依旧还是如此 至于修为 她本就资质惊人 这些年来 已然到了半神境界 而其肉身的强悍程度 就算是巨鬼王看到 魁煌朝也都觉得自己这个外孙 皮操肉厚的程度 除了白小纯 没人能比了 至于小小 秀薇比大宝还要略高一些 可却与白小纯一样 也已闭关多年 随着天尊强者的众多 魁煌朝的地位 也越来越稳 只是因白小纯对外宣称的闭关 使得外界对她这里 也渐渐有了一些谣言 这些谣言 没有在魁煌朝内扩散 可无论是圣皇朝 还是邪皇朝 都在议论 谣言众多 里面重点说的 就是猜测白小纯的战力 并非太古 当年只是耗费了 非她能承受的代价 才勉强稳住局面 所以才有了如今常年的闭关 哪怕白小纯也时而归来 走出陪伴小小与大宝等人 可终究还是在星空中的时间居多 往往一年能回来一次 每次也停留不了多久 如今邪皇朝内 谣言最多 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推动 若陛下短时间没有出关 怕是会有些麻烦 最主要的是陛下的修为 大天师有些担忧 此刻与宋君丸等人 最后一次归来 已经是在数年前了 他们并不知道 白小纯晋升的事情 而白小纯那里 也忙于炼制三十色火 想要一鼓作气地炼制出来 也就没有顾得上回来看看 皇宫大殿内 就在众人一个个皱起眉头 考虑如何处理 这些谣言的瞬间 忽然地 一声惊天俱响 直接就苍穹上骤然散开 轰轰之声超越天雷 黄暴的炸开时 其动静之大 不仅仅在魁皇朝内扩散 甚至圣皇朝 邪皇朝 也都如此 这赫然是回荡在了 整个永恒仙域的 惊天巨响 永恒之海也都大浪卷起 整个世界 似乎都震战了一下 一股让所有人 都能感受到的压抑 随着这一声巨响 从天而降 怎么回事 天哪 这这是什么声音 无数人在诸多区域 全部惊呼时 三大皇朝的所有强者 一个个都立刻飞出 猛地抬头看向苍穹 传来巨响的地方 正是苍穹所在 而更为惊人的 是此刻那苍穹上 多少年来 始终一动不动地 来自巨人主宰地 占据了半个天空的 庞大面孔 其闭着的眼睛 居然在这一瞬 颤动了一下 这一下颤动 极为清晰 被所有强者都清楚感受 瞬间就有风暴 在所有人的脑海里 滔天爆发 巨人再动 我没有看错 他他真的眼皮动了一下 这怎么可能 传说莫非是真的 无数人骇然的瞬间 圣皇与邪皇 第一时间就飞出 他们二人在 各自的皇城上 神色不同 相比于圣皇的肃然与凝重 邪皇则是墓中 露出一抹幽芒 就在这万众瞩目 甚至永恒先欲的 所有修士 都从心头升起 压抑与生死危机之感的时候 随着巨人主宰眼皮的颤动 竟有上百块石头 从这巨人主宰的眉心 脱落下来 好似一颗颗流星 直奔永恒先欲 大地散落下来 速度之快 好似具备了生命 哪怕圣皇与邪皇出手 也都无法拦截全部 轰然降临 大地剧烈震动 天地充满呼啸 圣皇呼吸一蹴 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下达蜂蜜 所有天尊 所有半神 即刻出动 将圣皇朝范围内 所有落下的石块 统统收集 一旦出现生命痕迹 立刻上报灭绝 类似的法令 在邪皇朝内一样出现 只不过有一些不同 这里没有灭绝之事 有的只是收集 很快的 两大皇朝都动了起来 在各自的范围内 不断地扩散 甚至就连海域也都没有忽略 一样搜集 白小纯尽管不在魁皇朝内 可来自大天师等人 共同地决议 依旧传遍整个皇朝 所有天尊 以及半神 几乎都散开 各自寻找 与此同时 在这星空中 宝扇上的白小纯 他的神色极为凝重 全部星神都凝聚在了 面前的火团上 这火团颜色 正在急速地变化 与二十九色火完全不同 此刻这团火的颜色 几乎已经看不清了 好似诸多的颜色交织在一起 瞬间多色 瞬间又仿佛无色透明 三十色火的配方 白小纯已经彻底地构架出来 且一次次的炼制中 也已经将其完善到了 他能做到的极致 可就算是这样 也还是一次次的失败 到了如今 白小纯已经意识到了 这三十色火 没有注定的成功 哪怕自己 一切都准备到了完美 在炼制上 也已经到了极致 可最终还是存在 极大的失败可能 能否炼制出三十色火 看的就是运气了吗 白小纯难难低语 他已经失败了 足有数十次之多 若是换了其他人 怕是早就绝望了 毕竟每一次炼制 需要消耗的魂量 都是惊人 即便是白小纯这里 拥有如此多的魂 此刻也都有些要吃不消了 按照他的判断 自己最多再炼制二十次 若还是失败的话 他的魂就不够了 而在星空飘游了这么久 不说搜集了整个星空的魂 可白小纯也大致判断地出来 自己至少收集了大半 还有的一些零散 不但在收集上麻烦 更是耗费时间 一定要成功啊 白小纯轻叹一声 打起精神继续炼制 数日后 一声剧烈的轰鸣 回荡星空时 白小纯面色难看 坐在那里发呆片刻后 再次炼制 就这样 一天天过去 一个月后 白小纯已经又炼制了八次 每一次都是在不同程度失败 而他已经做到了极致 失败的原因 就连他也都找不到答案 直直在一月后的这一次炼制 似乎抓住了 那在诸多失败后 按照某种规律出现的一丝曙光 白小纯在炼制的过程中 竟极为顺利 他的心也振战起来 连连吸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渐渐地陷入到了某种空灵之中 似乎忘记了一切 只剩下了面前这团 正不断成形的火海 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白小纯的意识 从那空灵中恢复时 他正正地看着面前 漂浮的那团璀璨之火 三十色白小纯身体颤抖 呼吸都透着兴奋 想到自己的艰辛 想到白浩即将复活 白小纯慢慢地激动起来 仰天哈哈大笑 第1252集 白浩复活 带着振奋与期待 白小纯深吸口气 慢慢地将手中的三十色火 渐渐靠近自己手背上的印记 那印记内白浩的魂 似也感受到了火焰的接近 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波动 号白小纯轻声喃喃中 将那团耗费了他诸多岁月 更是无尽魂海 才形成的三十色火 与自己手背的印记 逐渐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这融合的一瞬 白小纯手背内白浩的印记 顿时就爆发出璀璨之光 白浩当年的死亡 是以自身的魂炼制出二十二色火 在白小纯危机关头 将其救下 而如今 白小纯付出极大代价 凝炼三十色火 要将白浩从那印记里 重新复活 随着白浩印记的光芒 越发地明亮 白小纯的心也紧张无比 他目不转睛地凝望 不知过去了多久 他手背的印记 竟慢慢地脱离出来 在白小纯急促的呼吸中 这团印记 漂浮在白小纯的面前 渐渐地 竟有魂的波动 从其内隐隐扩散 这魂的气息越来越浓 到了最后 竟以那印记为中心 勾勒出了一个魂影的轮廓 这轮廓白小纯一眼看去 就立刻认出 正是白浩 浩尔白小纯激动地轻声呼唤 随着他的呼唤 白浩的魂眼皮微微动了一下 慢慢睁开时 先露出的是茫然 当他看清了眼前的白小纯后 白浩身体猛的一颤 永恒之花 是任何一个大剑 在消散时 才会诞生的唯一花朵 而若能吞噬此花 就可突破主宰境 成为真正的永恒 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才可成为永恒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道路 逆凡的声音 带着某种奇异之力 回荡四方时 似乎所有人的心神 都在这一刻猛的振战 我会走的 等我将这仙剑抹去后 我会离开的 去下一个族群的世界 直至我将这整个 星空的灯火 全部熄灭 永恒之花 在我面前绽放盛开 画面在这里结束